在海军陆战队谋旅 有这样两名90后特战女兵 她们曾征战大江南北 亮剑高原丛林 还曾亮相沙场阅兵 如今即将走上班长岗位的她们 又来到有着魔鬼训练营之称的 预体指挥士官集训队 与上百名男特战队员一同训练 被战友们称为一对霸王花 8月的月西某训练场 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 海军陆战队某旅 上百名预体指挥士官 正在进行体能强化训练 在扛原木训练现场 女特战队员何瑶和董珊 为了承受和男队员相同的负重 背着五把自动步枪进行训练 董珊和何瑶来自有着 两棲霸王花之称的女子侦察连 这个连的女特战队员 擒拿格斗 飞车补服 五刀弄枪样样精通 本就是海军陆战队尖刀中的尖刀 而为期三个月的预体指挥士官集训 更是一场精英云籍的竞赛 除了每天高强度的体能和战术训练 还要进行指挥管理教学等方面的培训 不合格就会被淘汰 被陆战队员们称为魔鬼训练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 他们想从这里走出去很难 因为这里的训练强度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不脱一层皮很难毕业 更何况他们和我们是一个标准 虽然在入选集训队前 何瑶和董珊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但报到后的第一次训练 就让他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 集训的苦头 我们刚来的那天 一卸下背囊 紧急集合哨就响了 武装越野 四百米障碍 四百米战术 等一系列考核科目 让我感觉自己有点吃不消 心里有种不服输吧 刚开始很努力地跟上 跑到脚痛 那时候为了面子问题 我不愿意输 为了适应集训队的训练模式 董珊和何瑶不断给自己 加大训练强度 像我们平时在组织障碍训练的时候 南边可能跑十趟 他们就要跑十二趟 十三趟 甚至更多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 董珊和何瑶所有课目 都达到了男队员的训练标准 一些课目甚至比很多男队员还优秀 三个月 三十多个课目的集训即将结束 董珊和何瑶也将带着 满满的收获返回单位 而对于未来 他们也早已做好了规划 这样的生活很刺激也很精彩 回去以后我要更加努力 向一班班长发起进攻 一班班长是排队班长 也是兼兵班长 是我们连队最重要的岗位 也是我下部奋斗的目标 我新兵的时候参加过朱日和阅兵 我想等回到连队后 有机会能够带领我们的姐妹 一起走出国门 去执行更多的任务 青春在奋斗中前行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董珊和何瑶一定能够成长为 能战斗 善指挥 会师教 董管理的优秀班长 带领他们的侦察分队 挑战戈壁大漠 亮剑热带丛林 搏击深海大洋 我们下期见